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这个版本的第35条 那我对这个条文呢 非常不以为然 因为这个版本呢 如果继续把言明台放在公广基金会 这个是违背了我们现有的一些言住民的法律 因为言住民族的交易法在第29条第一项 跟言住民族的基本法第12条的第一项 都规定政府应依也保障言住民族传播及媒体金融权 成立财团法人言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我们的言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 在96年12月21号通过了之后 在98年已经依法登记立案 言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董事会也已经组成了 照理来讲 依这个法律规定 我们应该要把言住民族电视台 放在我们言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才对 可是呢 民进党这个版本呢 可以说违背了多数我们言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心声 继续的把言明台放在公司基金会 变成了好像是两头马车 所以本席认为 言住民电视台它富有一个族群传播的任务 它不是只有政府的电视台 不是只有为公共服务的目的 它有为特殊的照顾这个族群 就像客家电视台一样 可惜客家电视台跟言明台不一样的地方是 言明台它有法律的遗迹 所以今天政府编列预算支持的电视台 并不一定就表示说这个就是公共电视台 因为这个是属于族群电视台 政府有这个责任 要帮我们原住民 帮我们客家的族群来设立的 所以呢 本席在此建议啊 我们应该要回归到言住民族基本法 啊 言住民族交易法 还有言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 要好好的解决 言明台未来归属定位的问题 因为我发现 言住民化事业基金会 啊 董事有很多都要都要辞职了 因为他们成立之后 行政院 言明会 根本就不重视这个单位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 言明台还是应归言住民文化事业基金